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想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近在韩国收视率最火的韩剧 Challun Jari Pionosa Challun Jari Pionosa是由影帝南公民 以及与一级旅进 和所以壮年而出名的演员金吉仁出演 目前才播放到第五集 收视率就突破了15.1 创下了SBS电台 2022年最高收视率的韩剧 而Challun Jari Pionosa是讲述实力顶尖的一位律师 对没有靠山的委托人们 只收韩币1000块的律师委托费用 并与有钱有势的非法之托 身价昂贵的律师们展开对抗的内容 之前 Challun Jari Pionosa是非常痛快好笑感动的一部剧 第一集的时候没觉得很有趣 甚至不想看了 但是越看越觉得很有趣 结果变成了最爱韩剧 演员们的搞笑演戏太有趣了 哇,果然是新看颜男公民 看作品的眼光真的太好了 收视率是不会说谎的 真的很有趣 真的笑死我了 太有趣了 因为版权问题 无法给大家介绍很多有趣的片段 觉得很遗憾 但是相信我 真的非常有趣 不是就算了 然后Challun Jari Pionosa的英文剧名 也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那是因为 Challun Jari Pionosa的英文剧名是 One dollar lawyer 而一位韩国网友表示 果然人还是要到海外去工作 赚1000块的人去海外 就能赚1443块了 现在一美金是1443块很币 所以One dollar lawyer 就是1440参与人律师 这我觉得好笑吗 下个消息是 昨天已兴取CaseH3回归的StateKids 在专辑发表第一天 专辑销售量就突破了130万8900多张 而专辑预购也突破了237万张 刷新了自身最高纪录 第一天就超过130万张 太棒了 从新Menu开始气质就很好 应该会变更好的 我是别家粉丝 从上一张专辑开始有关心他们 这次的专辑连收录曲都很好听 2020年发现他们之后 就好像是发现了宝藏一样的感觉 当时就觉得 一定会比现在更成功开始追他们 过了两年 看他们成长成这样 真的追星追得很快乐 希望他们能不是更高 而是能更长久的活动 爱你们StateKids StateKids 继续大发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女爱的事物后的搞笑反应 温暖几时 凑齐突然如此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